高雄是新南向的跳板 厂商投资意愿大增 但由于高雄已经20年为新设工业区 加上产业用地需求量大 高雄市政府特别推动合发产业园区开发案 日前并于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举办说明会 希望能让厂商更加了解未来产业之发展趋势 及合发产业园区的无限商机与潜力 国内这几年其实要开发工业区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从那个环平到土地征收都有很多的难关要过 那合发产业园区事实上是我们的产丧条例通过以后 第一个政府报边完成的工业区 高雄市已经20年没有新增政府开发的工业区土地 我希望有这个机会还有这个荣幸能够跟各位稀少合作 然后为高雄的经济发展能够共同努力 位于高雄大辽区的合发产业园区与在地建商合作开发 总面积够136.13公顷 园区临近交流道 机场及高铁站 此外 周边也有成熟的产业聚落 急剧发展优势 高雄市本身就是一个交通地理环境绝佳的城市 具有亚洲一级城市的优越性 合发园区可以再透过88快速道路 联通中山高 甚至未来的国道7号 临近高雄港口 甚至到高铁都在3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 对于厂商具有相当吸引的条件 为了翻转传统工业区老旧印象 并应应台商回流产业用地的需求 高雄市政府集结优秀的开发团队推动此计划 希望以完善的基础建设协助在地优势产业 有效提升竞争能力 朝向高职化发展 合发产业园区是由中信金控旗下台湾人寿保险公司 以及承接国内多项公共建设的经验的建设 所合资成立的开发的园区 这个园区从资金 设计 工程 招商 都是国内的一时之选 更重要的是 合发园区这个开发团队 是在市政满意度最高 五星级市长 城局市长所率领的 金发局团队的支持和协助 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 能够提供物美价廉的厂商进驻条件 以及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这个坐落于高雄的新世代产业园区 为了加速推动产业进驻 以推动开发策略 包括采行标杆企业招商策略 并优先提供开发土地 采行预标售招商策略 及厂商同步建厂 让身为产业龙头或旗舰型厂商 扮演领头羊角色进驻园区 建议筑巢引凤 形成产业群聚 发挥规模经济的加成效果 打造世界级生产聚落 高雄市已经20年没有新设工业区 和发源区采取同步开发的策略 所以尤其最重要的30米道路 我们会全力赶工 在明年8月的时候完工 以配合厂商营运所需 其他所有的工程 我们目标定在107年10月底完工 以配合未来即将进场动土的厂商 高雄市金发局所带领的开发团队 在园区内部串联生态概念 利用再生水回收来做规划 另外为了服务厂商 也提供跨局处单一窗口咨询 相信政府与厂商的相辅相成 未来能带领各项产业 一同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合发产业园区预估开发完成后 可以创造1万个就业机会 400亿元的年产值 每年可以为政府增加30亿元的税收 我们有信心也相信 在市府的领导之下 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开发团队的权力合作中 我们一定能够把核发产业园区 打造为工业新亮点 南向新起点的优良点半 园区的开发不仅成功带动 大高雄的经济发展 间接创造就业机会 创造民间 政府 厂商三营 更让高雄这个充满生命力 与居其向上的城市 谨深成为台湾产业新标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